今天這個短片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有關於剪印 如何去做那種垂直影片填滿背景 假如說你今天有一個影片是這種 是橫的 但是呢你又想要在裡面加一個 垂直的例如說這個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這裡有黑邊的問題 那這個黑邊要怎麼填滿 這個其實 很簡單 我認為在 剪印iMovie OID導演 Final Cut 這幾種比起來剪印是做得最快速最簡單的 好那它有多簡單喔 給大家看一下 把垂直影片拉進來之後 點這個垂直影片的片段 把這個棒子拉到這裡隨便移個 點進來 然後卷下來 它在畫面基礎 背景填充這裡 點起來這裡有一個模糊 打勾 打開來 那你就可以選擇 我要一般模糊 更模糊 非常模糊 那一般來講我是覺得 這兩個就很夠用 好那這樣就可以做到這種效果 夠簡單吧 那你如果在 Final Cut 或者是 iMovie 有多麻煩 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 這個是iMovie VS Final Cut PRO的 來給大家看它多麻煩 你要特別去拉兩軌 背後 然後把一軌拉模糊 然後還要點這些 動作非常多 重點是拉兩軌這個動作 然後再把它放大 像疊兩個塗層一樣 有多麻煩 根本是在 浪費大家時間 先 立法 那Final Cut PRO還可以再做一個 當然你可以去做 自定義的模糊 只是說一般的使用者來講 他不太需要 這麼多 自定義 他就是要模糊 填滿 就這樣而已 沒有那麼困難 那還有威力導演 我也有教過 威力導演一樣 拉兩軌 很麻煩 浪費大家時間 跟Final Cut PRO跟iMovie 都一樣 威力導演也一樣 三套軟體 通通要拉兩軌 只有 剪印 可以簡單到 一軌 點進來 畫面 基礎 最下面 背景填充 打勾 模糊 這邊 這樣就有了 非常好用 那他還有一些其他背景可以選 當然 那可能就比較不會是我們用到 這個背景填充 非常重要 非常常用 尤其是一些短視頻 垂直影片 結合 橫向影片 會用到的 好這個短片呢 就跟大家簡短介紹到這邊 讓大家知道 剪印有多好 其他 那些專業軟體 有多麻 大家簡短介紹到這邊 還有一些綿iber 更多的 下半年 近平 現成 摒 再次 說明 0 0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